我记得有一起案子是 劫匪蒙面抢劫星级酒店 他是凌晨作案 把书英台的东西前抢走 迅速撑出租车逃离 出租车上有这个摄像头 这个照片呢 只拍了他四分之一的脸 就是这一张是吗 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 这个警方呢给我提供的呢 就是这么一张图片 为了出租车司机 这个人的特征 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画像完成 经过一个星期 犯罪嫌疑人落网 哇 这个很像 我叫林雨晖 十年 我画了七万张人像 每张脸都有可能 帮我破获一起重大案件 十年 我一直在寻找 人们样貌的密码 在现代视频技术 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 我坚信 我的画笔依然有力 而且不可替代 我的目标是 让罪恶无处可逃 林警官您好 嗨 老师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来在现场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考题 这个考题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林警官在对人脸的辨识上 和我们这个不一样的这种能力 请林警官进入等待区 从现在开始 我们后面的环节 就不能让林警官参与了 他不能看到 也不能听到 我们在现场说什么 要保持安静 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特别挑战助理 出场 这么多人 第一J48 挑战目标 我们对现场的48位挑战助理 进行了编号 评委随机抽取了三个号码 在挑战助理确定站位后 进行五秒钟的监控摄像录制 再从录制视频中截图 三位评委将随机在视频截图 他处理过的三幅图像 模拟绘画出三个人物的形象 并最终从48位挑战助理中 找出对应的目标人物 找对两个极为挑战成功 这个是什么 就这样吗 这上面有个人吗 这个怎么可能 这个太难了吧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很难 通常我们是用电脑 给它变成倾斜 它是给它变成模糊 所以从模糊当中再去辨认 挑战上面困难多了 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甚至怀疑这个项目的设置 是不是出了问题 接下来现场的技术人员 把这三张图像打印出来 请将三张图片插入到我们的验证板里 现在我们的道具已经全部准备妥当 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警官 有请林警官进入挑战位 这次掌声有请 BEJ48回到台上 感受很震撼 就48个姑娘 身材各自 脸型都差不多 觉得这个挑战会困难 像年龄 发型 各方面都有相似 但是这一群人去选一个就是他 黄没有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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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觉得花拿掉 荷花配件 假如是我的话 我先看发型 那个荷花的位置 我假如看到 我就给他能排除掉 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 那剩下来的 那就是极可能 来 这样 台上的48位女生摘掉你们头上的这个 对 好 来 李博士 果然眼睛非常独到 又排除掉一个干扰信息 其实难度更大了 我觉得 对 难度更大 林警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有请挑战者 正式开始挑战 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对 时间比较长 请大家一定要 带着足够的耐心 陪伴我们的挑战者 我看了屏幕上 打了马赛克的这些图 说实话是有点懵 今天看到的这些图像 应该比我以往接到的案子 难度要高 眼睛 它是表现一个人的 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眼睛像了 这个人基本上就对了一块 主持人 主持人 您说 我需要站远 可以 观察一下 好吧 来 我们向后 他很对 他观察的位置 要有一点距离 你距离远一点 至少有个人的形状 模糊的视频截图 再经过进一步的处理 成了常人眼里 难以分辨的马赛克图形 林允辉 真的能够通过这样的图片 画出人像吗 他在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这是他自己的方法 还原 对 好了 可以了 主持人 好了 可以了 主持人 把这张画放到见证板上 您可以现在开始观察 董钦评委找到的这幅画像 来 已经有技术 是可以把模糊地 渐渐把它变得清晰 而我们是把一个 原本还算清晰地 加大了难度之后 变得面目全非 好了 可以了 主持人 好了 可以了 主持人 好 林警官的第二幅作品 已经完成 相比第一张还要 我试着这个更模糊了一点 模糊了一点 李昌玉老师这个题挺难的 可以让他们48个人坐着 因为从头到尾站的时间太长了 你们可以就地 画第三张的时候 眼睛不太很舒服 可能因为现场的灯光太亮 刺着眼睛呢 在这样愿望后啊 耗费脑力嘛 模拟绘画已经进行了 一小时二十分钟 长时间的持续观察 消耗了林雨晖大量的脑力和眼力 双眼疲惫不堪的林雨晖 还能够坚持完成挑战吗 好 主持人 好 主持人 可以了 我们掌声有请挑战助理 把最后这张画像放到鉴定板上 接下来将是挑战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 林警官 您将用这三张模拟画像 来依次找人 三轮下来之后 您一共可以找出六个 怀疑目标 站在三块比对板前 最后进行您的确认 名人开始 这是48个毛条当中 有许多他的项目都是很相似的 尤其是穿上那统一的服装 更让我有点眼花缭乱 28号请下来 不管点到几号 观众保持淡定 15号请下来 37号请下来 32号请过来 32号请过来 我过去呢 只做话不找人 那今天呢 又要做话又要找人 这个是我以前 所没有遇到过的 对他并不是特别看好 尤其在他刚开始挑选的 我们几个选的那个 他都没有选上去 15号请回去 30号请回去 28号请回去 35号请回去 32号请下来 40号请进 35号请进 四十号请回去 四十号请回去 我觉得这个过程 真的挺让人揪心的 特别是明明这个 正确的人选 已经在队伍当中了 可是他又让他回去了 这个时候真的觉得 怎么办呢 到底行不行呢 四号请回去 经过几轮反复的对比筛选 挑战者却与目标人物 失之交臂 没有找人经验的林雨晖 真的能够凭借绘画的图像 找到目标人物吗 五号请过来 二十九号请下来 七号请下来 四号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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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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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晒雪后 场上剩下的两位挑战助理中 并没有李昌玉选的目标人物 林雨晖与第三位目标人物失之交臂 他还能挑战成功吗 31号 44号下来 36号先回去 李昌玉老师这个题还是比较难的 现在找不到 22号再下来 15号下来 44号请回去 13号请回去 22号请下来 22号请下来 22号回去 7号回去 15号回去 24号回去 最后一排那个是 您过来 您 您 您的性格 您对 您的性格 您过来 您的性格 我们地的性格 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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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恢务 苏星 我说明天 您的性格 我来急 不可怜 两位有请 这样 由于挑战者林景观 在董卿评委这个选项上 只选了一位 或者现在我再给您个机会 如果您不是特别确认的话 董卿评委选择的这个组别 您还可以再加一位怀疑者 可以 可以 一号 请过来 一号现在和九号两个人 成为董卿评委 所指定的目标人的怀疑对象 六位怀疑对象 现在都已经站在了确认板前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 逐一为我们进行最后确认 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选择方式 这个我先选董卿老师的 董卿组 这两个模特儿 从这个相貌上看 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最后我要决定的话 我还是选择 这个是什么 就这样吗 这个太难了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不可能的 我选择 九号 九号 我们来看看 您选择的 这张图像 对应的号码是 太惊心动不 其实一开始您选对了 但是我刚才一说 我说您还可以再加一个 您说好吧 那就再加一个 其实一下子把难度又回到了 对呀 我当时嫌你烦了 都选对了 你说你还要不要再选一个 万一错了怎么办 这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我们的规则是 三个人当中 只要两个选对 挑战极为成功 现在您已经距离 最后的挑战成功 还剩一步 您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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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佩服了 我们的挑战虽然已经成功 但是还剩一组 我们一起见证林警官 来完成一个 已经不叫不可能 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挑战 看看他能不能三组全对 好不好 这一组是最久远的一组了 您的印象是否还准确 我会答案 您的答案是 四十号 最后一个选项 三问全中 太厉害了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VEJ48 谢谢你们 谢谢 辛苦了 辛苦各位 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和感谢 太厉害了 我们看的简直是叹为观止 谢谢李博士 那在您的记忆当中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您协助破获的那些案件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有一起案子是 劫匪蒙面抢劫星级酒店 他是凌晨作案 把书英台的东西前抢走 迅速撑出租车逃离 出租车上有这个摄像头 这个照片呢 只拍了他四分之一的脸 就是这张是吗 前面一个人 后面一个人 这个警方呢 给我提供的呢 就是这么一张图片 为了出租车司机 这个人的特征 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画像完成 经过一个星期 犯罪嫌疑人落网 哇 这个很像 非常像 那您是怎么成为一名 这个模拟画警察的呢 实际上我没有上过美术学院 从小而五岁的时候啊 就跟我爷爷 就跟我爷爷 学画画 我爷爷是当地一个知名的 一个人物画家 有些人找我爷爷呢 就是通过叙述的方式 我爷爷就画 我都 我就在一边看 他就教我嘛 这是我爷爷画的画 哇 我爷爷要求我也很严格的 一天呢 必须要画四到五个小时 那么什么 这么一训练下来 走上这个美术的专业道路 因为我的爸爸 是警察 我的妈妈是检察官 三个人像三合一的 你这样综合起来的 那现在您成为这个画像警察之后 你的父母是不是也 很为你感到骄傲 是的 我觉得当警察画画 画画还能复案 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的母亲呢 也陪我来到了现场 大家好 三位挺为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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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今年高寿啊 86 哇 好 对呀 儿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刚才我在下面啊 哎呀 为我儿子捏了三把汗 好紧张哦 哎呀 这是提醒到的 现在呢 我儿子成功了 哎呀 我那边了 我儿子是高 他就是百分之百 我儿子最棒 他成功了 我想所有的公安人员 都替他高兴 他的努力 他的成功 代表我们所有公安人员 每天不断地在努力 不断地在保护国家跟人民 我们 林警官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答案是 能 我们有请林警官 附入荣誉殿堂 手绘七万户人像 今夜模拟画像技艺 让画笔成为打击犯罪 用心绘制的 不仅仅是刻骨传承的画像 都是人民警察 对平安中国的承诺和努力 让我们欢迎林雨晖 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下边